元旦廉价许多人熬夜狂欢 心肌梗塞的患者比平常多了三倍 医师提醒熬夜皮泪跟低温都容易使得血管收缩 诱发心肌梗塞 呼吁民众如果出现胸痛或者是冒冷汗等发病的前兆 就要赶紧向旁人来求救或者是就医 二年烟火再累也要熬夜看 紧接着又是元旦四天廉价 要在冷凑凑的夜晚里彻夜狂欢 导致心肌梗塞看着人数比平常还要多好几倍 其实每年的在跨年的时候都是会比较增加一点点 大概都增加个两三成左右 医生叮咛熬夜过久会容易疲劳 再加上天气冷导致血管收缩增高了心肌梗塞的风险 而如果有胸闷冒冷汗头晕或者是心肌的前兆 就要赶紧开医生 否则就要采取俗称梦娜的治疗法 就是在第一时间内吃直通药 把窗子打开让空气流通 再多喝温开水让血管扩张不让血液凝固 我们最建议的就是说要经常保持个适当的运动 你只要让关节肌肉都有运动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好 那最重要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保暖 不只不要玩太累 年轻人把酒狂欢过量也容易造成未出血 还有胰脏炎 切记出门狂欢不是不行 但适度适量病痛才不会找上门 记者陈水帆关理 工程师坐下里还请出品 感谢观看